饱腹之欲 扣舌之欢 无论达官贵胄 市井小民 只凭生的一副好丫头 唇齿研磨 瞬间含毛倒树 浑身被刺激和舒爽爬满 这是唯有美食能给予你我的 最直接的满足感 辽宁 这片物产风营生态多样的土地 这种略带羞涩的香艳快感 却因食材不同 喜好各异 在每座城市有着自己更加私密的诠释 而咱们今天便寻市井美食之旅 就从最活色生香的浪漫之都 大连开始了 这是什么鱼啊 上面那个傻子 牧鱼的花 牧鱼的花 它这个叫上个傻子 这个是牧鱼花 它这个有很强的熏烤的感觉 它就是我们点了一份呢 浪漫之都 名不虚传 南田北咸东辣西酸 库今中外上下千年 在此融会贯通 成就如今大连美味的新兴符号 跟藏在街巷里的各色美食 不期而遇 直到在舌尖身庸缠年前的那一刻 都不能完全想象 它究竟会给予你 怎样酣畅的味觉体验 认识一座城市呢 往往是从它的美食开始 尤其是承载着各种街头美食 记忆的这样的美食街 小吃街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更是神一般的存在 我今天就来到了 大连的青尼妈桥附近的 中原小吃街 你看这条街的街幅并不是很宽 但是呢 它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去感受一下 最原本的街头美食味道吧 从炕头小酒到盛宴酒楼 在这个夜幕下庞大的选择体系 更多的人就像你我一样 前脚外出公司大楼 一把扯下领带 卷起外套 一头扎进大连的小吃街头 毕竟装着一颗期待美食 抚平的心 谁还会在意 任风吹乱的发烧 特别的满足啊 你看当地的 多有特色 把各种海鲜都经过加工 这明显是海鲜变成下口菜了 这要是 大连特色 对 这要是喝点啤酒 咱们的 就特别舒服 对 这是麻辣口的吗 麻辣口 大连特色的 大连特色 这叫什么螺啊 这个独翅菠萝 这我还分不清 这叫 这叫独翅鱼 这是大丁螺 这叫什么 独翅 独翅菠萝 这叫 这个叫 独翅菠萝 当地人在起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 它有一个 那么像那个 独翅 所以当地人给它 形象地称为 独翅菠萝 这你看就好吃 咱们看别的 嘻嚷的小吃街头 最经不住回眸 要说夜晚的 大连城市味道 小吃 小吃绝对是 主流 这个城市美食中 具灵性的部分 敞开了怀抱 迎接着一颗颗 无处安放的心 和期待 甜蜡的味 这种是当地的一个 比较受欢迎的下岗菜 它的吃法呢 就是先吸这点小头 然后吸它们大头 我刚才试的啊 完全成功 这是一种 这是怎么说的 用智慧的吃法 它这个麻辣味非常重 非常重 特别好吃 咱家这啥串啊 咱家特色大串 酱香鸭肉 这是鸭肉吧 对 味道大大的 这鸭肉有啥特点 这串啊 就是非常嫩 味道非常好 够来两串吧 好的 辣椒 随便要不要辣椒籽 好来点来点 好嘞 你觉得咋好吃 你给我咋弄 好嘞 我都看着直流口声 来尝尝啊 来来来来 好嘞 谢谢什么 看着吗 这是我买的这个 当地的比较特色的烤鸭串 你看那个鸭串 外面那个油腥 烤到刚刚好 我尝尝啊 非常嫩 它没有那个 就羊肉啊 或者是牛肉没烤好的那种鲜肥感 非常温嫩滑 我再来一口 够来个啥也不带的啊 要不要辣椒 我要点辣椒 你这个能卷领吗 这个能把这个串卷领吗 可以 我尝试一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就这样吃就行啊 哎呀我天呐 谢谢你啊 看着没 我读的 这是我的一个 临时创意的发明 用锅盔 剪肉串吃 哎呀 哎这种感觉就比刚才那个 单独吃肉串的感觉更好了 如果这个天比较热 吃肉串的话 容易吃不下那么多 当然跟锅盔一配合 简直就是完美到极点 有不好吃吗 你尝尝 真好吃 你尝尝 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非常脆 你知道吗